纵观全国 国兽一般都是逼您灭绝的动物 或者从来就不多的动物 比如中国的大熊猫 然而美国的国兽却是有几千万减少的几十 美国有一种巨兽身高可达两米 体重可达两吨 他们从史前时代就生活在北美大陆 是当时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 那就是美洲野牛 19世纪初 据当时的统计 大约有6500万头美洲野牛 他们虽然没有攻击性 但是也没有什么动物可以消灭他们 只有人类可以做到 但是生活在北美的印第安人 也只是少量的捕杀美洲野牛 为了生活 他们将美洲野牛的毛皮用来保暖过冬 然而随着欧洲大量人口移民到北美 他们把美洲野牛当成了赚钱的宝贝 于是开始了大量的捕杀 但他们对于美洲野牛的肉毫无兴趣 只要皮毛 被杀害的美洲野牛 尸骨堆起来就像是一座座城墙那么高 而这些尸骨就成为了农作物的肥料 在欧洲移民的暴力杀戮下 1903年北美大陆的美洲野牛总数就只有20多只了 已经到了濒临灭种的地步 再也见不到成群结队的美洲野牛在草原上肆意奔跑了 1905年美洲颁布法律将野牛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2016年美国当局总统奥巴马直接把美洲野牛视为国兽 只是不知道现在的生态环境还能不能繁衍下去